正当朝野各方吉利欲请政府立法禁止同婚之际 登加罗州行政议员莫哈莫诺涵扎却形容 爱情就像海浪无法阻挡 尽管同婚的离婚率非常高 但登州不会立法禁止同婚 诺涵扎今天在登州议会回应 伊斯兰党阿吉尔州议员马里阿曼的提问时指出 先知也劝导年轻人如果可以结婚就应该结婚 而且如果孩童接受伊斯兰婚姻的适当教育 相信未来可以避免离婚 另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俄罗斯里莉娜·哈伦近期因为同婚课题 成为了公正党领袖的剑靶 莉娜昨晚就发文告强调 妇女部还在致力于解决同婚原因 保障孩子的福利 同时批评有心人操弄同婚课题